鴨仔將新鮮的海鮮放進去 一顆一顆的鴨仔看起來很好吃 這鴨仔一顆才賣10塊 不過對鴨仔來說金布沒什麼利潤 因為海鮮的成本實在有夠貴 像以前我們鴨仔在鴨仔 一塊鴨仔可能差不多7塊 幸好差不多10塊 因為每天都鴨仔 所以我們現在鴨仔的成本就很猛 差多少 以前7塊 鴨仔3塊出來 所以現在鴨仔會很猛 那鴨仔的呢 鴨仔你像3塊 鴨仔也是一樣 鴨仔3塊出來 只有一隻鴨仔的成本就要7塊 鴨仔不要說米 以及鴨仔的成本 帶到已經鴨仔不少 鴨仔表示 他做書寫的成本 帶到已經鴨仔超過五聲 還有有些鴨仔 鴨仔 還要鴨仔 所以 就用這個鴨仔 沒有叫那些鴨仔 沒有 那些鴨仔 沒有叫 一定剛才鴨仔 我就是鴨仔 鴨仔 當然那不是地鐵品 以前每天都用海鮮 當然我會去割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像那個皮 我有那個鮭鮭鮭鮭鮭鮭鮭 有些東西像火腿 那些也可以放在鎖鮭上面 有的人也覺得不賣 七年來這裡的蘇士一顆十塊 介紹將來也變過 為了要應付鎖鮭最多的海鮮成本 入口之後再開發一些新口味 餐廳是蚵仔、鮭鮭鮭 甚至是用炒飯做的術食 相對海鮮魚的使用 也提供消費者更多的選頁 都會嘗試 他講一天 你一天吃什麼 白鯨 還是會嘗試看 不一定吃海鮮魚 因為他這裡比較味道 都好吃 海鮮成本的鎖鮭 讓鎖鮭鮭經營最多的新口 只好再開發新口味 不過這裡方法 電腦也讓消費者 鎖鮭鮮最新的選頁 記者檔鮭鮭 採訪報導